在凡尔赛条约,Tweet of the Sign,要求惩罚性赔偿之后,经济崩溃和另一场世界大战,阻碍了德国的支付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人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国家。 多达300万德国人丧生。 其中15%是德国人。 德国被迫成为共和国,而不是君主治国家。 其公民因国家的惨痛损失而蒙羞。 更丢脸的是德国投降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指责德国挑起战争。 犯下可怕的暴行。 并通过秘密条约,破坏欧洲和平。 但最令人尴尬的是德国被迫签署的惩罚性和平条约。 凡尔赛合约,不仅将战争归咎于德国。 还要求对整个战争进行财政赔偿。 金额高达1320亿金币。 相当于今天的2690亿美元。 德国何时才能偿还完债务? 没有人能想到这需要92年。 这就是德国花了多长时间,来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 这要感谢一场金融崩溃,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及关于德国应该如何,甚至是否应该偿还债务的持续辩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胜国对德国采取了惩罚性的做法。 激烈的谈判,导致了凡尔赛条约,Treat of the Psy,中的战争罪条款Wall Guilt Clause。 该条款认定,德国是战争的唯一责任方,并迫使德国支付赔款。 德国暂停金本位置。 通过借贷为战争提供资金,赔款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体系的紧张。 随住马克贬值,为马共和国开始印钞票。 恶性通货膨胀,很快撼动了德国。 到1923年11月,420马克,相当于一美分。 最后,全世界动员起来,努力确保支付赔款。 1924年,道斯计划削减了德国的战争债务,迫使德国采用一种新的货币。 赔款继续通过奇怪的回签支付,美国借钱给德国支付赔款。 而收取赔款的国家用这笔钱偿还美国的债务。 该计划被誉为一场胜利,查尔斯·道斯·查尔斯多夫。 这位银行家后来成为卡尔文科利之Kavin Kulic,手下的副总统。 因在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为马共和国,仍然难以偿还债务。 所以1928年,又制定了另一个计划。 这个新的计划,包括将德国的战争债务,削减到1210亿马克。 但大萧条的黎明,确保了他的失败。 德国经济再次开始解体。 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 赫伯特胡佛总统在1931年暂停了一年的赔款支付。 第二年,盟国代表试图在洛桑会议上, 勾销德国的所有赔款债务。 但美国国会拒绝签署这项决议。 德国仍然被战争债务所困。 不久,阿道夫·希特勒当选。 1933年,他取消了所有支付。 历史学家菲利克斯·舒尔茨, 在接受BBC记者奥利维亚朗采访时表示, 希特勒不仅承诺不支付赔款, 还承诺推翻整个条约。 希特勒统治期间, 德国没有付款。 但是德国并没有注定要赢得这场战争。 第三帝国在1945年4月, 希特勒自杀和几天后, 德国正式投降后宣告结束。 那时, 这个国家一片混乱。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超过550万德国战斗人员, 和多达880万德国平民死亡。 德国的大多数机构已经崩溃。 民众处于饥饿的边缘。 同盟国也要求二战的赔款。 他们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报酬。 而是通过工业拆除, 智慧财产权的转移, 和数百万德国战俘的强迫劳动。 德国投降后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1949年被一分为二。 经济复苏。 更不用说赔款支付。 似乎不太可能。 据德国之声德鲁瓦拉·德安德烈亚斯·贝克尔·安瑞埃斯·贝克, 称。 当时西德欠70个国家300亿德国马克, 急需现金。 但是, 当西德总统康拉德·阿登纳·康姆·阿登马尔·阿登马尔, 在1953年, 与多个西方国家达成协议时, 一缕意想不到的希望之光, 破土而出。 伦敦债务会议取消了德国一半的债务, 并延长了付款息限。 由于西德只有在贸易顺差时, 才被要求支付。 该协议为经济扩张提供了喘息的空间。 不久, 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支援下, 西德摆脱了大部分赔款负担, 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这一经济奇迹, 帮助稳定了经济。 新计划利用赔款支付的潜力, 鼓励各国与西德进行贸易。 尽管如此, 德国还是花了数十年时间, 才还清了剩余的赔款债务。 在伦敦会议上, 西德便称, 他不应该为救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所欠下的所有债务负责。 双方同意, 在德国统一之前, 西德的部分利息不会到期。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德国就会慢慢削减最后一点债务。 2010年10月3日, 也就是德国统一20周年纪念日, 德国最后一次偿还债务。